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盟联合宣布针对俄罗斯投下了金融核弹 同意阻止选定的俄罗斯银行 进入到Swift的系统当中 而全球油价硬升再次飙升 俄罗斯能否经受这一轮又一轮的制裁 全球的金融市场又会迎来怎样的变动 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会为您详细来分析 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 在今天亚洲主要市场的一些收盘情况 内地股市在今天呈现了一个 先低后高的格局 沪深两市早盘曾经是出现了 一个急速下行的情况 但是随后跌幅有所收窄 尾盘成功出现了一个翻红 或者是收报在了3462点上升的幅度 达到了0.32% 而我们再来看看 深城指在今天收报在13455点 同样上升幅度达到了0.32% 我们都说在乌克兰危机的阴霾笼罩之下 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出现加码的情况 这也打击了亚太股市在早段出现了一个下跌 但是午后市场开始憧憬 俄乌汇谈可能会取得一个正面的进展 所以这也让大盘的幅度有所下跌的 这个幅度有所收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香港股市在今天 尾盘的时候开始回到了平盘位 附近在这样有一个反复的 争持的过程当中 中场小幅收跌0.24% 台湾股市在今天则是休假的这样一个状态 接下来再来看看亚洲其他一些主要股市 今天的表现情况 日本股市今天则是出现了一个稍微上升的局势 上升幅度达到了0.19% 那韩国首尾股市在今天也出现了一个上升的情况 上升幅度差不多是0.84%左右 再来看看目前正在交易的伦敦股市 则是大幅的出现走低 跌幅已经达到了1.42%左右 俄罗斯被西方国家加强制裁 但是香港金融管理局就表示说 本地银行体系对于俄罗斯的风险承担 是比较小的 香港金管局也指出了 香港银行业对于俄罗斯的债权总额 差不多是26亿港币 约占到银行业总资产的0.01% 那么在香港也没有俄罗斯银行 属于受金管局监管的本地认可机构 那么金管局也表示 将会完全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实施针对性的金融制裁 也不会发布或者维护任何形式的制裁 或者指定名单 那么预计银行业会仔细评估法律 还有业务以及商业风险 并且努力在业务经营当中 采取一个平衡的方法来应对 但是另外一边我们就关注到 受到英国政府的施压 英国石油公司也就是BP 27号已经宣布将抛售石油巨头 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股票 退出和俄罗斯石油公司的一个联盟 那么有数据就显示了 俄罗斯石油公司的油气储量 占到了英国石油公司的总储量的一半 产量则占到了三分之一 如果说剥离了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这个股份 将会导致英国石油公司 出现高达250亿美元的损失 同时英国石油公司也已经行动了 标志者这个已经维持了30年的联盟 出现瓦解 这也是西方大型企业迄今为止 回应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 而采取的最为重大的一个举措 至于在亚太区内 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 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周一的参议院 预算委员会上宣布 将考虑对白俄罗斯实施制裁 并尽快得出结论 此外日本对俄罗斯的制裁还在持续 即日前宣布对俄实施金融制裁后 首相岸田文雄在周日晚宣布 日本将冻绝普京等俄官员资产 韩国外交部今天表示 当局已通知美国 韩国将禁止向俄罗斯出口战略物资 并参与对俄的SWIFT快速禁令 如果实施这一措施 俄罗斯银行将无法以美元支付 而韩国与俄罗斯每年进出口资金往来 超过100亿美元 预计含起将因延迟或暂停付款 而遭受损失 此外旅居俄罗斯的韩国侨胞 以及留学生的国际汇款 也会受到干扰 韩国政府正在审查和预估损失 并提出对策 新加坡强烈选择俄罗斯 对乌克兰发动军事攻击 宣布对俄罗斯采取适当的制裁措施 新加坡外长维文28号在国会上宣布 新加坡将对可在乌克兰之间用作武器 伤害乌克兰人 或让他们屈服的物品实施出口管制 他还表示 新加坡将阻止与俄罗斯有关的 部分俄银行和金融交易 据取措施将很快宣布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英国 美国和欧盟等国家 是联合发布了新一轮的对俄罗斯制裁 将部分俄罗斯银行 从SWIFT的交易系统当中剔除 更有外界将这样的制裁 称之为是金融核弹 俄罗斯能否扛得过这G2.3的制裁呢 而下一节我们将会邀请到 交易国际手续策略师洪浩 一块来详细解读 稍后见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亚洲财经透视 美国联合欧盟 英国以及加拿大呢 发出了一个所谓的金融核弹 宣布要禁止俄罗斯使用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也就是我们说的 SWIFT的国际结算系统 这是俄乌冲突以来 西方国家对于俄罗斯采取的 最为严厉的经济制裁手段了 而俄罗斯卢布汇价是继续急挫 国际油价则是在今天 再度出现了上涨的情况 先来了解一下 继美国白宫表示 将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 外长拉夫罗夫 以及国家安全小组的成员之后 美国 英国 欧盟及加拿大 在26号宣布 禁止选定的俄罗斯银行 进入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支付系统SWIFT 并同意对俄罗斯央行实施限制性措施 日本也紧随美欧步伐 在周日晚间宣布 冻结普京等俄政府人士的资产 并将俄罗斯排除在SWIFT系统之外 而SWIFT系统表示 会根据法律指示 遵守相关制裁的规定 面对西方国家进一步经济制裁 俄央行采取多项措施反制 包括下令市场参与者 拒绝外国投资者 卖出俄罗斯的证券 恢复在国内市场购买黄金 启动无限制回购拍卖 放宽对银行未平仓外汇投寸的限制 并增加可抵押贷款的证券范围等等 卢布汇价持续急措超过4成 周一跌至119卢布 对1美元的历史新低 为抵消卢布贬值和应对通胀 俄罗斯央行宣布 一口气将指标利率上调至20% 而国际油价在周一亚洲交易时段 显著上扬 伦敦布兰特汽油重返每桶100美元上方 纽约汽油也升穿每桶96美元 投资银行摩端大通称 最坏的情况下 国际油价可能会升至每桶150美元水平 此外 俄乌战火也将冲击全球粮食供应链 俄罗斯和乌克兰合计占全球小麦出口的三分之一 玉米贸易的五分之一 荷花子油产量的近80% 今年以来 小麦价格已经上涨超过20% 到接近10年高点 玉米价格也上涨15% 俄乌交战将导致全球粮食价格进一步飙升 推高早已触及多年高位的大宗商品市场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江英国际首席策略师洪浩先生 和和我们一块地探讨 洪先生您看 禁止俄罗斯部分银行的SWIFT 究竟来看会有什么样的实际影响呢 我觉得暂时市场的反应 就是直接的影响吧 那么油价在上升 同时卢布在狂扁 同时俄罗斯央行不得不把这个 这个基准利率上调到20% 翻了一倍多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俄罗斯股市继续在暴跌中 那么当然欧美股市也没有得到信念 那么大概在跌20%左右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制裁 它明显的漏了一点 就是它没有把这个俄罗斯能源出口 放在这个SWIFT的制裁里头 那么保证欧洲仍然可以通过 SWIFT系统支付 对俄罗斯的这个能源的出口 所以我觉得并没有大家想象的 那么严重吧 否则的话油价现在不会是105 而且可能是150 那洪源您已经特别提到了一点 就是这个SWIFT的制裁 已经绕开了对于欧洲这个贸易 能源贸易这一块的这样一个制裁 您觉得这是刻意而为之 还是说真的就是疏忽了呢 这对于接下来 是不是对于俄罗斯来说 真的就没有到伤筋动骨 这样一个地步呢 不可能是疏忽吧 我觉得这很明显是一个精心的安排 反正毕竟俄罗斯的能源的出口 占欧洲的能源供应的大概接近一半 有的时候甚至超过一半 所以在这个油价这么高企的情况下 北溪二号停止的情况下 那么你去停止这个俄罗斯能源的出口 那这个简直就是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所以欧美也不会那么傻 所以这个制裁说实话 并不是这一系列制裁里头最严重的一个 最严重的是禁止这个俄罗斯的央行 去救助他们出了问题的这个银行 那么所以你会看到呢 就是俄罗斯的银行出现这个集体的现象 对于现金的需求飙升 利率飙升 不狂扁 黄金价格上涨等等等等 那么这个对于俄罗斯央行的制约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没有能源制裁的 SWIFT制裁的事 并不算是一个大的杀气 那洪先生 我们其实在您今天的文章当中 这几天的文章上看到 就是说开战以来 俄罗斯金融体系的这个流动性出现一个暴跌 现金的需求可以说是十倍的在飙升 这是银行系统出现一个挤兑的前兆 如果不允许俄罗斯央行介入的这个托底金融系统 可能后果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那上周开战的时候 俄罗斯央行已经入市开始干预卢布 这是14年以来的第一次 今天我们刚刚新闻当中特别提了 下午俄罗斯央行就宣布 将这个指标利率提高20% 但这一切的措施能不能缓解这个燃眉之急呢 很难吧 我觉得这个主要是这个大众的心理 其实类似的情况 我们在亚洲金融危机97年的时候也看到 那当时比如说在印第政府 也是把这个利率提到20% 30%的水平 但是也没有办法阻止资本的外流 还有这个Rupiah的贬值 所以其实这一些只能够说是缓冲 这个暂时的压力 那么如果俄罗斯的央行 它不能够去backstop 就是去支援这个俄罗斯的银行系统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金融系统 是很可能会出问题的 这个才是很可能才是 就是说真正的这个大的杀气 那洪先生其实我们不能只看俄罗斯一方面 其实我们刚刚也有很多的这个预测 就是说这个油价会不会继续上涨 真的有一段时间 或者是真的有一天 这个油价真的涨到150美元一桶 这对于全球的这个金融市场来说 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这个影响 特别美国 您觉得美国这个通胀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会不会变得更糟糕 更加一发不可收拾呢 对于这个美股来说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 任何一种制裁它都是双面 就是你要制裁你的对手 那么首先的对手也会制裁你 比如说这个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 这个航空的禁飞以及这个油价 所以这个都是对于现在 已经放缓的美国经济一个最大的打击 因为美国的这个CPI在7.5 那么欧洲的CPI也非常高 所以原油作为这个一个最重要的 这个工业的input 工业品的这个input 同时它作为这个生产生活的必需品 那么它的上涨 会对这个通胀的前景 产生非常大的冲击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节目之前 在这次战争之前 其实我们在节目中也讲到了 这个能源石油的价格 超过100甚至120的这样的水平 那么没有想到的 就是说这一场战争 把它这个日子时间大大提前 那其实您之前也特别提到一点 就是美联储不管怎么说 似乎加息的步伐不会变 但是美联储加息很有可能 最后导致一个结果就是 一直加到美国的这个经济出现衰退 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 油价如此的高涨 会不会加速美联储这种加息的 这样一个反应呢 会变得更加的激烈的这种政策 如果你看市场的反应 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国债的收益率 国债期货隐含的这个加息的概率 其实是在下降的很奇怪 那么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市场 避险的一种需求 当大量资金跑到这个美国国债 避险的时候 自然会出现这种 所谓的概率下降的现象 但是要记住 中央银行的两大这个目标 这个价格的稳定和充分的就业 充分的就业目标 已经达到价格非常的不稳定 所以很难想象 在油价高企的 甚至将会进一步高企的情况下 美联储会暂停加息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 那就是对于港股来说 您觉得会不会带来更多的影响 其实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整个亚太区的股市 还是跟随着外围的环境出现波动 但是相对来说反应都比较的短 这接下来这种反应 会不会还是这种短期的比较明显 长期来看相对来说 这个作用不会变得那么大呢 大家不要一天 或者甚至是一秒钟一秒钟去看盘 那么这个盘每天都会不一样 每秒钟都不一样 而且非常的过得差 现在你需要问一下自己的 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些股市 这个灾案的市场涨了0.3 那么你需要问一下 那这0.3%的这个回报 是否值得你拿着仓位担惊受盘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理性的 有风险控制的意识的人 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港股它回到了我们的这个底部的区域 2.2%到2.3%之间 那么在这个区域是非常便宜 但是波动也非常的大 那其实我们再回到这个制裁手段本身 这个红旋您觉得是不是这不光是有这个 SWIFT这块的这个制裁 可能是值得我们重视 在接下来可以对于俄罗斯来说 可能还有其他的领域的这些制裁 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这种反应呢 可能的 因为毕竟这个全球的贸易 都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制裁的目的就是说 把对手的这个金融的来源 就全部的切断 那毕竟俄罗斯每天打仗 需要消耗大量的军费 那同时乌克兰也有这个欧盟北约的帮忙 所以这个仗打的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持久 那所以如果是这个持久仗打下去的话 如果你切断金融来源的话 那么这个军费就很成问题了 所以很有可能 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些制裁之外 那还有对这个普京个人的制裁 但是普京在海外的这个资产也是比较小的 所以这种制裁也是象征意义比较大 好 今天特别感谢洪浩先生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给我们做出的专业的评论和分析 谢谢洪先生 那其实我们关注到 面对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制裁 普京是不是有足够的底气呢 我们可能要从一系列的这个数据 来进行一些分析 才能得出相关的结论 那么在稍后 我们将会和财经评论员 周恩贵先生继续来探讨 稍后见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亚洲财经投资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次 美国为首的一众国家 对于俄罗斯提出的一系列的这个制裁 大家都在关注就是俄罗斯 部分的银行被推出这个苏维的系统之后 对于俄罗斯的经济来说 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和我们的 财经评论员周恩贵先生 一过来探讨 朱先生您看这次的制裁 就您的观察来看 从经济层面 究竟对俄罗斯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应该说确实会带来很多的不便利 因为现在俄罗斯大部分的多元购义 还是用SWIFT 包括俄罗斯几百家银行 还是在这个系统里面 那么美国很精准地 就是要选择最大力度地打击俄罗斯经济 其实我接触到一些朋友 他们本身 如果说在俄罗斯特生意的话 在远东地区 可能他们有人民币 或者说是俄罗斯自己的 那个跨境支付的这种账户 但是在西部地区 基本用的还是SWIFT的 所以现在他们就面临一个 比较痛苦的局面 但是这一方面 它也促成了这些企业 赶快去采用人民币的跨境支付系统 或者是俄罗斯的那个跨境支付系统 所以某个意义上讲 这次把俄罗斯的部分企业 赶出所谓的系统 其实就已经开启了一个全球 非美元化跨境支付系统的 一个新的进程 把那个加快键给摁下去了 但我们更关心的就是 西方祭出了一个接近全面的经济制裁之后 俄罗斯号称它是一个经济堡垒 因为过去10年 俄罗斯一直做这方面的工作 我看最新的数据 其实俄罗斯的外汇储备 它已经到了相当于6432亿美元的 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 而且实现了去美元化 美元去年的比例 去年年底是16% 现在还在往下降 而且它也不会那么傻 就放在美国那一边了 另外就是人民币的比例是在上升 还有就是无论是俄罗斯的农业 还是它的工业都已经是处于一种 叫做经济防线的非常有效的 抗冲击的过程当中 还有俄罗斯的财政 很多人不知道 俄罗斯的财政其实在过去的几年当中 是非常严格财政纪律 让它的财政达到了盈余 所以现在俄罗斯政府的债务 相当于GDP的比重是20% 其实远远不是叶利钦时期 或者是2014年那个时候的财政状况 所以我们其实从这个情况来分析 俄罗斯它已经做好了 不但是现在要对抗 而且以后不管乌克兰这个战局 如何发展一个长期被西方孤立 和隔绝的这么一种 长期作战的准备的 朱欣您也特别提到了一点 俄罗斯也有一种很可能的反制措施 就是我可以让油价较高到满天飞 的这样一个状态 真的有一天油价变成这样一个状态 美国受得了吗 还有全球的经济 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反作用力 我们看到当然西方是 一下想把俄罗斯经济置于死地 但是他们自己确实又怕断气 所以才出现在第一轮制裁的时候 德国和意大利挡住要启动Swift 但现在他们的政策 已经完全转变过来了 那么要形成所谓的新国防政策 要全力对付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这种举动 但是我们其实看到今天金融市场的反应 就不像上回那样了 就变得非常的敏感 这个油价已经涨上来了 而且天然气价格也涨得非常高 我们现在关心的就是 它下一步会涨到什么程度 因为这个是叫部分 俄罗斯银行的Swift被切断 那么留下哪一些 当然从欧洲的角度 它肯定是留下那些 天然气和石油进口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个数据 去年德国从俄罗斯进口422亿美元 荷兰是第二大的进口 296亿美元 其实这里边主要就是出击的产品 像石油和天然气 我自己估算了 应该这里边至少就有500亿美元 如果说你不下狠心真正切断的话 那这500亿还是会流到俄罗斯银行里面去 但是如果你真切断的话 可能很快这个国际油价就会到120美元 甚至到150美元 现在有一个评估 就是如果说是120美元一桶的话呢 意大利总理德拉吉他恐怕就没有办法 再继续任总理了 因为意大利历来是小党嘛 那么如果说到了150美元 法国总统马克龙连任就很难做到 因为法国毕竟他看高油价能力比较强 因为他的主要电力是来自于核电 但是我们还很关心在大西洋的另外一边 如果120到150美元中期选举 英国党怎么办 共和党现在对于乌克兰这个战争 他们攻击的不是普京 而是用普京作为武器来攻击拜登 这是能源层面 那其实对于全球更多国家来说 受到影响更大的 也许还有就是粮食层面的这样一个波动 您觉得这样一个波动 对于全球的通胀来说 又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对 这个通胀猛于狐野 其实在当前这个状态下面 就算不升级 不恶化 不出现比较全面的战争 或者持久的战争 那么已经对国际的小麦 大麦 还有玉米市场有了影响 首当其冲的就是进口 俄罗斯和乌克兰 小麦和大麦最多的土耳其 因为土耳其现在的通胀 已经是50%了 但我们还得推演 另外一个可能更恶劣的情况 就是整个这个战争拖下去 那整个今年可能乌克兰的收成 就会大打折扣 而且制裁俄罗斯之后 俄罗斯它只能向特定的市场 比如说中国这样 市场来出口它的小麦 那么全世界的小麦供应和大麦供应 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缺口 虽然有库存 但是库存的时候呢 一旦全球的粮食上出现恐慌 又会导致人增加更多的库存 造成更大的供求缺口 所以我们现在就得防 今年全球的一个比较乱的局面 对粮食市场的波动和巨大的冲击 好 今天特别感谢周翁辉先生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出的评论分析 那以上就是今天 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陪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